今天我们继续开山之心 我会带大家了解俄罗斯最年轻的未来之城 走访古老的十六世纪小岛 以及它跌宕起伏的历史 在感受开山的安全 最后品尝大德斯坦的美食 我点的是土耳其早餐 大家或许会感到很奇怪 为什么会是土耳其早餐呢 其实大德人和土耳其人都属于土耳人 所以他们的文化很接近 甚至语言也都接近 比如学校这个词 大德语和土耳其语都一样 早餐吃得很好 这个地方的环境也很舒服 有人吃早餐有人学习 开山这座城市是古老和现代的结合 好像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 就在市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很有特色的建筑 东西方元素的结合 颜色很鲜艳 这个区域最早在16世纪就形成了 这几天我经常试用出租车 因为在开山打车很便宜 在市区平均差不多20-30人民币 再有就是很安全 因为每次上车 司机都会提醒后排乘客 挤安全带 这是在俄罗斯其他地方 我没有遇到过的 他身的红绿灯非常独特 我相信在光线不好的时候 司机和新人绝不会忽视这样的红绿灯 我现在出发前往开山附近的未来直场 他距离开山40公里 中间还需要跨过福尔加河 顺便说一句 它是欧洲最长的河流 总长约3500公里 打车去八百卢布 大概80人民币 时间需要40分钟 眼看着再有几公里我就要到了 只是出租车却抛锚了 然后我在加油站等了20分钟 换了另一辆车 最后平台还把第一辆车的费用 推给了我 就是它 这就是俄罗斯最年轻的城市 它是2015年建厂的 这块地方是完全新建的 这边有大学有宿舍 然后有老师和工作人员的住宅区 当地居民平均年龄只有28岁 城市的设计师来自新加坡 在这里有俄罗斯全国最好的 埃及大学之一 这个大学其实非常现代 而且呢 他们的教育模式 跟俄罗斯 其他的地方完全不一样 特别的是 这边学生上学的时候 讲的是英文 不说俄语 有人说 这个大学是开胜的硅谷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老师 学生 科技从业者 学生将学金高达4万2000卢布一个月 按照现在的汇率 接近5000人民币 这里入学的要求也很高 不但要有好的数学基础 还需要会变成 当然 学校和宿舍的实施 都是一理由的 哇 还可以充电 上面有太阳能 就可以充电 我上号这四东楼是大学生的宿舍 在市区 除了有不同的出租车 还可以达到五人驾驶的出租车 因为里面不可以拍摄 所以我只能展示一些画面 当然除了五人驾驶出租车 还有送快递的机器人 接下来我们就去 斯维亚是斯科岛 它距离开山60公里 不过从这里打车 只需要半个小时 这里在16世纪的十号 是乌鲁斯第一位沙皇 一番雷地建立的要塞 在这个岛上可以了解 开山的历史 到这边我的感觉是非常美 环境就是非常非常美 我现在给人的感觉 好像到了15或者是16世纪的一个地方 这边有很多博物馆 有教堂 那么第一个博物馆我要去参观 是卡山历史的博物馆 它建厂了五个世纪的历史 在斯大林时期 它改厂了古拉克监狱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 中子饭的监狱 你进到里面给我的感觉 非常潮湿 而且非常恐怖 我不知道 还可以看到在这种 有人的影子 后来改厂了精神病医院 孤儿医院 寄宿学校 最后 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封闭 这里的人 愈来愈少 最近十年 随着旅游业的兴起 这里 慢慢恢复了之前的升级 岛上 环境很好 原理城市 小岛被河流环绕 据说当地居民现在只有两百五十人 这次呢 为了大家 我又动顶了 不过 这次的景色 真的很好 可以俯瞰整个小岛 除了这些 岛上还有一个很大的考古现场 这里有很多重世纪的木头 它是欧洲最大的考古博物馆之一 这是原来他们改房子 用的是木头 这些房子呢 大概是十六世纪 十五世纪左右 那现在呢 挖掘工作还在继续 经过接近两个小时的小把车和小火车 我再次回到喀山 这次我选择了在喀山喝的 另一次的酒店 喀山这座城市 它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老区和新区 我就想两个地方都跑一遍看看 所以呢 今天酒店我就换了一个 酒店虽然它的位置有点远 但是呢房间比第一个酒店 昨天的要大 我现在呢 感觉条件比那个要好一些 而且这个浴室的装修 比昨天也要好一些 价格呢 跟昨天的酒店差不多不一样 昨天是2800卢物 280人民币 这个是3000卢物 3000多卢物就是300多人民币 这里是新昌区 建筑给人的感觉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最夸张的是 在城市的中心 竟然还有一个很大的沙滩 还有跑步和汽车的地方 我感觉这个城市的设施 非常便利 开山还有另外一个称号 就是俄罗斯的美食制度 我今天要去平常的指甲餐厅很有特色 它旁边就是清真寺 这个餐厅是一个放地的餐厅 我店了有好几个菜 但是呢 说实话名字呢 我就说不出来 我店了有好几个菜 第一个呢是炒饭 带牛肉 我们尝一尝 跟中国的炒米还是不一样的 味道不一样 牛肉 然后这边有洋葱 然后有石榴 自然 红萝卜 米饭 其实这道菜 Kazakistan Tajikistan Kazakistan Kazakistan 都有 都有 都没有 第二个菜是茄子 配的有姜 你不 скажете 是什么 这个菜是茄子 配的有姜 这个姜是一种豆 是一种豆 说实话 我一开始 我吃了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 专门问了服务员 他才告诉我 嗯 味道很特别 不甜也不咸 但是配帖子 我觉得比较合适 还有呢 这个是包子 但是 跟中国的包子不一样 这个面 是不一样的 里面的馅 是牛肉 这个是鲜肉 这个是鲜肉 嗯 味道很好 嗯 嗯 谢谢 谢谢 你可以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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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菜 名字 我说不出来 比较不出来 我还没见过 怎么吃 我也不知道 我还没见过 他才告诉我 应该 这样 把 这块面包 这样子 张开 然后里面是 土豆 配牛肉 他就说 最好的方式 用手吃 用手吃呢 那就是 这样 就这样 嗯 我看里面是 牛肉 土豆 西红柿 这个是 香菜 洋葱 然后就是 汤 它的味道呢 有点像 土豆烧牛肉 我身后是 喀山的 婚姻东西厨 它的样子 像一口锅 为什么是 一口锅呢 其实意思非常简单 也很简单理解的 就相当于去超市买东西 这些东西呢 必须把它们放锅里 做好出来的才是一道菜 那么 两个人 新人 进到里面 出来了才是一个家庭 这都是爱情之俗 我希望这些人 都幸福 这都是爱情之俗 我希望这些人 如果不在家里 做到什么 有点